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 将于10月30号至31号 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 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 意大利方面宣布 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气候变化 新冠疫情 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议题 详细情况来看 总台驻意大利记者邓宗宇 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 将在罗马当地时间30号 正式拉开帷幕 峰会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题为 全球经济和全球健康 第二阶段为气候变化与环境 第三阶段为可持续发展 G20轮值主席国意大利 已经在今年年内 举办了多场部长级的会见 由于新冠疫情 仍在全球多国肆虐 疫苗接种率不平和问题 也是G20相关会议关注的焦点 在峰会召开前 29号的财政卫生联合工作组会议后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财政 和卫生部长在共同学院中表示 为了帮助实现 为全球所有国家到2021年底 至少40%的人口接种疫苗 和到2022年中期 为7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将采取措施 增加疫苗和基本医疗产品的供应 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 同时消除相应的供应和融资限制 为确保峰会顺利举行 并向与会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意大利方面投入了近5300名军警力量维持秩序 还着重加强了主会场所在的罗马新区 代表团下榻酒店和市中心重要地点的安保工作 意大利也停止与深耕国家边境的自由流动 恢复边境检查直到11月1日13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